農曆四月,无论是上升还是太阳,金牛座朋友有几件事要注意 第一,就是在感情方面,请你们不要再在想太多的盘算 话说我以前看过一个12星座的谜言,挺搞笑的 大概是12星座的人追求你时的表现是怎样的 有很多不同的,例如双子座会常常对你虚寒敏乱,问你做什么 施子座会很霸气,常常要去买这东西给你吃 或者你要去听句子笛,要你这个时候快点睡觉,不准再挨东西 这是很大的东西,很多星座都有自己各自去表现 去喜欢一个人的做法,但是金牛座就是没有表现 金牛座喜欢人是别人都不知道的 不单止我觉得那个谜言是说得很正确 其实在我身边,我都有时听别人的反应 就是说,真的,你们喜欢人,但是别人完全摸不出头脑 你做过什么去表示你喜欢人呢? 因为你们太过谨慎,太过小心翼翼 可能你们面皮太过薄,怕被人拒绝 还有你们做事太过有自己的节奏 有时会觉得自己一个更开心 还有我会觉得真的比较面皮薄 你们经过一个非常深层的衡量之后 有些像天平座 在想过度过就觉得 如果得到你的那个方心 它可以带来的满足感可能是10 但是万一被你拒绝 那个玻璃心碎的难受是15 那这样计过度过也是不要去表示了 那你们有这样的奇怪的念头 在戀愛里面 然后因此就告诉你们 很容易是行错难犯 尤其是这个龙力四月 你们如果有一些东西是不去表现自己 不肯去说出来 经常自己是很多的内心气 很多自己的一个内心小剧场 但是你不把这些东西去说出来 那你们的戀情就会是告吹的 这是一个第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提示 但是以下那些提示就会比较开心 第一个那些 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 但是之后那些就越听越开心 第二件事就是说 你们如果有一些 一直是你们想去成就的梦想 而且如果这些东西是很判定到你自己个人的 那真是一些个人人生一直以来的目标 你想去奋斗 想去达成的一个目标 那你绝对要趁这个龙力四月去做 那最大的原因是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你们是有了那个人和 因为你们的朋友是会很狠 扑心扑命 出心出力 拿着心肝脾肺肺肺肺肺肺肺去帮你 ok 那这个龙力四月 有什么事情自己想去成就的 不是靠单人匹马 你真的要 again 肯去出声肯去说 ok 但是这里就是对于你的朋友 那他们就会帮你去达成你自己个人的愿望 那我觉得呢 如果呢 就是刚刚这两个messages去混在一起呢 就是我当你好想去追一个人 ok 那首先你要对这个人去表白 去示爱 ok 然后你不妨找在你整班的朋友一起帮你去 可能去搞个surprise party 或者一个什么的求婚活动 或者示爱活动 那这两样东西其实是会很合格的 根据我们刚刚所说的议仗 以及根据这里的升盘 他们里面都是可以有一个 共通的一个 就是挺好的一个能量的交流 就是说 我当 虽然你去不到一个什么 所谓人生的梦想那么厉害 拿一拿朋友的那个帮助呢 去帮你达成这个愿望 跟着还有很开心的事情 一浪至一浪 如果过去你们的工作 ok 是受到很大的压力 尤其是是你们有一些很瘋的尝试 或者是经常在侵逼你们 那 接下来 由这个农历四月开始 但是慢慢打后 可能去到农历五月六月 那他们都会没有那么瘋的 ok 那你们可以在职场里面 是放心点 是欢心点 ok 跟着还有 就是说 嗯 我相信你们最近 是有了一些新的 理财的知识 ok 那或者你们有了一些新的价值观 那然后这个东西呢 是真的可以帮你们 是生到一个更大的财 那和你们也都开始是 开始在这些技术 ok 那所以呢 它是会来着 是不断是很稳定的 是真的帮你带来一个财富的收入 ok 就是我当 啊 你之前 可能最近 ok 什么都好 那你学了一个 买 不知买期货的一个 就是一些小小的 技术 ok 那那时候 你还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 试验的阶段 那但是 你伴随着这个农历四月 今次在你们金牛座自身 这个新月呢 那你们不断这件事是会上手 还有它开始 帮你生产到那个财呢 不是负货的了 不是乱金帝的了 是真的可以 那就是 每个月的 帮你去 呃 就是成就到这个 就是叫做一个第二个 的财富 ok 那所以 其实这个力量组 在上个农历三月 已经开始有了 但是 在农历四月呢 它 那个 是会越来越强 那在这里 就恭喜一下你们 那还有呢 你们会有贵人的 在你们 呃 就是不断在那里 呃 呃 呃 在那里 呃 在那里 不断在那里 不断在那里 要令到牢火纯清 这个生财伎俩的同时 你们记得 要请教长辈 ok 请教一些比你们 经验更加丰富的人 或者是一些老人家 那他们呢 是可以帮到你们 很多很多 他们也是会很狠 去将他们的经验 去分享给你们 最后提醒大家 以后的星运Post 无论在哪个平台 Facebook Igb YouTube 都记得要点击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没有财弹 说真的 我塔尖链南星运 都算是在玄学界里面 比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过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师的一己之力 去讲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时候 我讲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据别人的盘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虽然坊间都真的有尖星师 会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们是根据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强调 星星是有自己运行轨迹 我们不应该被人为的力发去影响 所以我才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时间会做十五晚月 但是在今天开始 我就决定了 为了令我的这个星运更加特别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给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说 在我弄完星运的影片之后 provided我有时间 我就会在看恒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恒星银行的恒星 但是又要记住 其实因为恒星的角度是触得很紧的 它就未必每一个月 就会对每一个星座造成影响 所以有还是没有 就会留待 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 给大家去发掘 啦